大家看選舉的消息 台北市長 台北市府市長 黃三三 他拍攝日日期 買市值參選台北市長 他不過現在有人約了 說黃三三利用行政主管 把這個甘信東萬里長參加 日北參選記者會 讓人批評說 行政不中立 民進黨共聊說 當時里長如果出席 不會太去干涉 他不過國民黨 態度很強 台北市東部已經下令 當時里長不會出席 如果沒吃 會以冬季出席 讓人家參選 日期之前 用市府的主管 當時里長參加 參選記者會 讓人批評 經濟不中立 沒有用行政資源 我們只有很多朋友 是有個人的交情 所以我不曉得 他說的是什麼行政資源 請他說清楚好了 會用到一些行政的資源 那如果他離開之後 那自然就不會有了 黃三三一開始參選 就讓人家批評 可以有蘇財下口放里長 才是有董事出席 民進黨說不會來干涉 不過國民黨這邊 太多人了 為了把市長保安調理 要求里長不可以參加 不然就會有董事出席 其實也有很多非國民黨籍的里長 給我很多的鼓勵跟支持 我想我們也都尊重里長們參與 活動他們的意願 政黨這樣做我們沒有意見 但是我覺得 應該是他們對自己不夠有信心吧 競爭培煩惱那天參加的總統 不過對方邀請的里長來說很危難 把市村前三腳對的政衡很激烈 黃三三一開始參選 就面對拿力的共識